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然后这边是我们以囊为体材进行开发的一些文创产品 我们把这个新型的材料 软桃泥和这一个泥材树进行了一个结合 我们就从这个材料上进行了一个创新 然后它的材质呢就是比较轻 然后进行手绘上色 这个材料呢就是比较重的 包括它的光泽呀各方面都是不一样的 手感也是不一样的 你可以摸一下 我感受一下 哦是哦 这个囊抓到手里面是那种冰冰凉的 而且也比较沉 对对对 而这个囊呢抓上之后软乎乎的 还有那种温度的感觉 像刚烤出来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就是那种感觉 如果不说把它摆在这儿 我真觉得是一个真狼笑笑 我好喜欢这幅作品 对 你看这上面的这个人物表情呀都特别的逼真 它里面的元素特别多 然后比如说像是奶酪妈咪 草原猎鹰 牧羊女 阿肯谈唱 然后还有咱们这一个帕萨克组的绽放 都是融合了很多的非遗元素进行一个创作的 作品呢就叫幸福家园 就是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出了一种很幸福的那种表情 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 这些呢是咱们景泽正的一些陶瓷的工艺美术大师 他们每年就是进行了一个采缝的一个创作的一些作品 包括像这些资露的这种大漠戈壁的这种题材的呀 还有这种胡扬精神的这种题材的作品 像这个老师他比较擅长画动物 他就是画了一些狼呀 画了一些老虎呀 还有画了一些人物系列的一些作品 这边老师正在制作这个陶瓷你可以看一下 小刘老师 拉批是咱们陶瓷作品成型的第一步是不是 不是 做陶瓷的话呢第一步首先是和泥 泥和好之后要把泥里边的空气气泡得揉揉揉揉揉揉 它就排掉排掉之后就可以做了 看着是非常的神奇也感觉特别的有意思 小刘老师我能尝试一下吗 可以的 哎对你看像这样它就慢慢的变小了 本来是个喝茶的杯子让我做成了喝汤的碗 这个呢就是拉提成型后的素皮 三天应该以后呢就要进行上釉 还要进行第一遍的烧制之后就可以用上采的绘制了 做之前的时候要先蘸一些脏脑油 蘸一点点笔尖然后进行打亮 我们要画一个细条线的时候就用笔尖去绘画就行了 从你采塑新原料的创新应用到创新融合的陶瓷飞移记忆 今天啊我们在这里呢不仅是看到了陶瓷的过去 更开启了我们对未来的无限遐想 好了亲爱的网友我们今天的陶瓷科技艺术馆之旅就到这里 拜拜 拜拜